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反派 可你却有一个正派的显然妻子 自从你死后重生回到过去 你的妻子根本不相信你也是她的夫君 可奈何你知道的实在太多了 连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私密 都被你拿在台面上说 所以到最后 青蓝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你是她的夫君 可她心里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设定 不过她很快就想到另一个可能 哪怕你真的是重生过来的 那你的妻子也是那个世界的青蓝 而不是现在的她 所以这个世界的自己是绝不会喜欢你的 青蓝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否则她担心自己的道心 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发生问题 你的幻想被戳破 你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 只是一直不愿去面对 因为青蓝如果愿意练及救情 那么她一定会在修炼上 给自己提供帮助 幸好重生后还带着前世的所有技艺 你拿出青蓝修炼的功法 这是前世你与青蓝研究的改良版 不仅威力大增 重点是青蓝你知识也不会破功 不用担心被贼人练迹 打破了冰心诀是如顶的限制 既然青蓝不把你当成夫君 那么只能用交易的方式 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你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能让你成为问天宗的真传弟子 那么这部功法就是青蓝的 前世的你孜子极差 被问天宗当成杂义弟子 在经历了诸多磨难后 方才成为试炼口中的欺杀魔君 所以这一世 你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开局 才有能力改变前世发生的诸多惨剧 可青蓝一眼就看出你的资质 对于你提出的要求有些为难 毕竟问天宗也不是他一人锁了算 他作为酒店其一的飞雪店店主 最多只是将人收入麾下 作为真传弟子 可飞雪店历然是不收蓝弟子的 但你手上的功法 又对青蓝非常重要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青蓝还是决定答应你的请求 不过一定不能让第三人知道 你们二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是通过交易得到了利益 但你也没有因此产生不满 在你的心中已经暗自决定 不管是另一个青蓝也好 还是现在的青蓝也罢 都会是临北的女人 你一定一定会重新让青蓝爱上你 很快你就被担到一处广场之上 在前方有一座雄伟的大店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台积店 而在店前放着九把寓意 每个椅子上面都有各自的图案 这是问天宗酒店的独有象征 此时你身边聚集的数十名同男同女 全是经过各种测试 达到入门问天宗的绝世天才 现在正是最后的测试 只要通过便能成为酒店其一的真传弟子 而测试的内容也很简单 只要弟子双手放在侧灵衣上 此乎便会测出弟子的灵根等级 根据甲乙丙丁排名 最后有九位店主挑选弟子 增牛母灵根一中 九灵水灵根加下 测试速度并不算慢 很快就排到了灵木 直接灵木双手按上 光球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灵木母灵根加上 这已经是字字最高的品级 你还来不及给灵木倒戏 就被点名上前测试 当他在你双手放上后 负责测试的师兄冷漠出一愣 连上竟出现了错误的表情 为了确认你的成绩 是我真实 始终联盟检查仪器 在确认没有问题后 有些古怪的看着你 随后缓缓喊道 灵北 杂灵根 丁下 此言一出 冷军一阵滑澜 有人更是忍不住 小猪的声 这是最大鸡的评级 杂灵根更是被世人称为 废物灵根 因为不管修建什么属性的功法 这种灵根的人 注定都无法做到精通 会受限于灵根的杂乱 而无法精进 对于这个结果 你一点都不在意 先是因为这个测试 而觉得武力刺龙 如今重获新生 你早有无悲无喜 如果不是问天宗的测试 只有加以炳丁 或许自己的资质 连丁下都拍不上 最震惊了魔果鱼 寓意之上的人 到底是谁时候的好处 竟敢把丁下资质的人 带到此处 周围众人疑惑之际 清兰却缓缓开口 灵北 灵木 都是他所举荐 他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如实回答 两人是在接送路盆弟子途中 偶然发现 囊腰袭击村庄 可因为发现较晚 最后就两人活下 当时租略查探 发现恶人皆有灵根 正好近年来 问天宗受毒身上 便干脆一起带了回来 只是对于恶人自治 相差如此之大 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可已经进行灵根测试 只要有店主愿意收留你 还是可以破地 成为真传弟子 用宗族的话来说 修道之人虽讲究自治 然而福运也是不可或缺 你能与百花仙子相遇 福运深厚 说不定未来有意外窒息 所以接下来 你只需要等待 有店主赏识即可 按照连前的比武牌区 哥们按顺序挑选 废雪阁位列第三 尼姆作为唯一的假常资质 自然被第一的乾坤店选中 而废雪店收图 想来只看外表 对于那些自治较好的女童 只要颜值不过关 青南看都没看一眼 看来青南没有变 依然只喜欢美丽的事物 你有些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了期待 毕竟废雪店 可是除了名的美人窝 可是从此之中 青南都没正眼看过你 到挑选结束 也没有提过你 你就才意识到 这娘们居然骗了你 你对她那么心愿 结果竟被摆了一道 可你却也无可奈何 察觉到你不满的青南有些无欲 她不能这么明显地 直接收下你 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 果然排名第八的单顶店 在还有八人的情况下 竟只挑选了七人 陆下的人自然是 你这钉下的废物 排名第九的乌鸦店 觉得被污怒了 往年那些丙中丙下的都往乌鸦店弄 现在连殿下都能来她这 即便乌鸦店如今没落了 但身为店主的苏千亿 还是有些动怒了 反正她是绝对不会要临北的 竟然是百花仙子带回来的 想来与你有缘 不如收入门墙有何不可 青南等了就是这句话 她十分清楚这些店主的为人 是绝对不会睁眼看临北一眼 男刚在青南答应收下临北后 没想到意外却来了 你看百花仙子这首女徒弟 都能农下临北 与乌鸦店不对付的其他店主 便利用这点来做文章 导致促千亿倒嘴的话 一句都怼不出来 最后只能无奈收下临北 青南傻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世代虽然超出意料 好在临北最后也成功入门了 这有的事她也管不到了 对这些弯弯唠唠 在台下的你完全不清楚 还以为是青南欺骗了你 等下次见面 一定要狠狠地打她的屁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